南投县劳工运动大会 十月五号在南投高中登场 县内企业职业工会 共35对近7名劳工与家属参加 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王卢璇 劳动部部长陈生文 立委马文君 许淑华 议员张维华 陈正言 政府社会及劳动座处长林俊武 也到场为劳工加油 市长李明珍表示 劳工健康是社会发展要件 政府今年将社会处 更名为社会及劳动处 强化劳工及劳动业务 这是要彰显 政府对劳工的重视 各位 劳工这一批 我们如果我们县内 有一些劳工的问题 我们县政府非常重视 各位劳动劳工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把社会处 变成一个社会劳动部 劳动处 对 这样有关心吗 有 有 所以我们冠定要支持 我们政府 我们这么优秀的政府 要大家拜托 今天在这里运动 很害怕大家运动 大家都在这里运动 真的好心情 其劳会主委王如轩表示 任职时间 政府通过劳保年金 让劳工退休后 不愿者领越多 曾有民众对他说 劳保年金免自己的儿女还孝顺 让劳工领导后 不用跟儿女伸手要钱 华如轩 华如轩表示 政府劳力提升劳工福祉 此事劳工对社会的贡献相当大 本次运动会由那头县总工会承办 出有巴河与分林计时赛跑 另有考验团队合作的七月金赛 让劳工假日期间 与家人朋友同乐 政府还贴心在会场旁 安排市长按摩师 并被提供需要服务 劳保局与就业服务证 也是特意提供业务质询服务 大会闭幕由科兴奖全任生 颁发各项竞赛优胜 及精神总锦标奖杯 透过运动会 拿下的劳工朋友 共同度过一个愉快 有活力的周末